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編曲 李宗盛 好 我們現在繼續進行市政總質詢 我們現在市政總之選由到我們的鄭郭主議員 時間五十分鐘 鄭議員請 謝謝 感謝主席 我們今天去市府的我們這次主管 我們賴市長 今天是由莊玉珠本人做市政總質詢 首先我想要向大家共同分享 我們以前小時候 我們看日本的經典的一個幼兒成長的經典故事 三隻小豬 我現在現場 我們這次主管大家應該很清楚 泰英文總統在選的時候 曾經也以三隻小豬做一個起家 雖然那一次沒有很如意 但是後來總是如了選民的期待 來當選台灣的總統 那我為什麼會特別談到三隻小豬呢 那是三隻小豬 以最主要的故事 是在說 叫三隻小豬要腳踏實地 但是我要講的是 下一張 我要講的是三隻小豬 他們有他們的媽媽 當初是帶領的這三隻小豬 他覺得這三隻小豬已經大了 需要自己處理外面自立更生 所以他就叫他們要自己去建房子 所以他去三間房子 第一間大哥是去一個茅草屋 二哥是去一個木頭屋 三哥最小的是莊塊屋 湖南一間一天森林來了一隻大野狼 大野狼當然要把三隻小豬吃下去 所以他就用他開爛 把家裡找 第一間他就把茅草屋找掉了 所以這個大哥快走去二哥這個木頭屋 走到木頭屋的時候 也是還要把木頭屋找掉 走到莊塊屋的時候 好得在 因為有這棵莊塊屋 這間房子 因為他牢固 甚至於 又很堅硬 所以起了保護作用 大野狼 比較沒辦法那個娘 如他的意 把這三隻小豬 把他吃下去 所以 我為什麼要特別去講到這三隻小豬的故事 我最主要是要傳達一個信息 這個信息是說 雖然如果光有漂亮的房子 但是我們如果沒有辦法去保護住在裡面的人 甚至沒有給他安全 我覺得是須有其表而已 就如同我們的孩子 我想現場在這裏的EQ主管 有的是做爸爸做媽媽 有的甚至是做阿公的 你們大家都有你們的孫 你們的祖父 你們的期待就是說 我們的孩子 今天孩子去到學校 這個學校是讓我們安心的 甚至他是安全的 我們把孩子放在這間學校 所以這今天 就是本室 想要探討的一個主題 下一張 撫沉拆牆記 我想這個古書 這個家人 在之前 我們前任的市長的任內 曾經很瘋動 那時候也造就了 有部分學校的老師 甚至於興起富牆記 那我今天想要藉著這個 撫沉的拆牆記 在提起之前 為什麼會有這樣一個 拆牆記的歷史 我特別去做一個巡視 在2000年921地震的時候 我們的教育部 有正式推行一個 叫做新校園運動 他就是要怎麼你知道 他把我們的校園的空間 規劃歷程 要做一個分界 因為一般我們早期的學校 一般都是由 圍牆來隔離社區 讓我們社區的理人 對社區自己出發出來 然後用這樣子的方式 來教學主 來達到他這個 空間利用的目的 最主要是因為 其實學校 他基本上是提供 學生 老師 和教長 一個 一個地方 所以 在那2000年一開始 我們有 中央有推動一個 新校園運動 新校園的運動 那個教育部的次長 是我們 范炫立范次長 他有把這個 新校園的理念 他的理念 包含了開放的教育 也包含了綠色的學校 及校園開放等 都在921地震以後 來進行 所以後來才衍生到 台南市 也興起了這麼一波 府城的拆牆祭 那我在這邊特別要提起 這個府城拆牆祭 我之前也去做了一個巡視 大概了解在那個當下 被拆的學校 大概有哪些間 可能要在這邊 當時 台南市的府城拆牆 被改造的國小 有中夷國小 他被改造的比例是100% 幾乎整個牆都打掉 第二個是協境國小 改造的比例是78% 新興國小 改造的比例是49% 喜宿國小 改造的比例是32% 日興國小 改造的比例 39% 石門國小 他是被改造38% 這是當初 府城拆牆計畫的時候 被改造的這些學校 他們被改造的這些圍牆 的一個比例 所以 當初也因為 地方為了配合中央這樣的一個政策 所以最主要也是要想要 讓我們都市的空間 可以去做更大的連結 甚至也可以提供我們社區 我們裡面一個休閒的場地 來增加社區跟學校的互動 這可能是當初 我們中央教育部 他的原子 希望去做這樣子的一個空間 空間的改造 但是也因為這樣的動作 相對的 坦白講 也讓我們學校校園這個領域的範圍 因此沒有很清楚的一個界面 沒有一個很清楚的界面 所以後來 其實在這個圍牆被拆除以後 我們現在有一些家長 也一直在反應這個校園的問題 是不是有需要再去重新做一個思考 那我這邊也特別調了一些資料 這個是 在2009年調查921災區 重建的國小的一個研究 他調查學校是否需要設置圍牆的結果顯示 這個調查是我們 中研大學的一個曾光洲 曾講師 他特別在2009年這個調查 他這邊是有針對教師的調查 希望保有圍牆的有56% 針對學統調查 希望保有圍牆的有65% 所以在這樣子一個比例下 我們可以很明顯很清楚的看到 其實大部分的師生還是較依賴 用實體的圍牆 行事來圍縮他們校園的邊界 甚至來保護孩子 救血的環境 這是2009年 曾光洲曾講師所做的一個調查 所顯示的數據 下一個 那這個部分是 這個部分是 2010年 是一個成大的學生 他是針對國小 國小校園圍牆改造 以及師生安全 的認同度 他也做了一個研究 也做了一個問卷調查 他這一邊有特別分個 三個列別 這個第一個列別是 對造訪者對改造圍牆的 安全感的認同度 47% 他覺得拆除圍牆 他覺得是不安全的 呃 拆除圍牆以後出現陌生人的 他覺得不安全的佔了70% 拆除圍牆 需要加強監視設備的 他覺得他有做一個數據是76% 這是針對全體造訪者所做的一個比例 好下一個 這是針對老師 對於改造圍牆的安全感的認同度 那學生呢 學生呢 學生的安全跟認同度是 呃 擦除圍牆覺得不安全的 有58% 呃 陌生人出現的 有71% 覺得不安全 那81%是希望可以加強整個監視的設備 所以其實 綜合以上這些的數據 跟他的調查結果 我們很明顯的可以看出 其實 曾教授跟我們陳那這個學生 他們所做的一個問卷調查 其實都是相同的 所以坦白講 多數的老師跟 學生對於圍牆 這樣子的存在 他們認為是應該的 反而認為拆除圍牆是不安全的 所以 雖然當下在那個時空背景 配合中央政府去做拆除圍牆 這樣子的一個動作 但是經過這幾年來 其實 當前的政府 針對最近的一些淋淋種種 整個一些性侵事件的發生 其實我們在這邊也應該建議市長 要重新 再去做一個評估 審慎的去了解 這個圍牆 對於我們的學童 它的存在 到底是不是重要 這邊我們跟市長做一個建議 因為 這幾年坦白講 一些殺害事件 都是針對我們一些所無村鐵的小朋友 來造成他們生命的傷害 每一次的案件的發生 我們可以看到家長的痛心 以及震驚 真惶恐 所以我今天特別提出 校園圓圍牆的事件 藉著增添 這個總執行 然後跟我們公部門做一個探討 大家也應該清楚看到 2015年 台北市的文化國小 這個隨機殺人的事件 聽說 這個殺人犯 在五夜九路 以成年人故意 對兒童犯殺人罪 判處無期徒刑 下一個 可是大家可能忘了 剛才我講的那個文化 他當年是因為 他的圍牆 他的圍牆只有2.25米 他是因為圍牆 比較低 所以讓嫌犯有機可乘 才可以翻牆進入殺人 那個是文化 文化國小的隨機殺人事件 剛才這個是 他因為是圍牆1至1.3米 是那麼低 所以他才有機會爬圍牆進去 才犯下他隨機殺人的事件 下一張 2016年 內府的隨機殺人的事件 他本來嫌犯也是打算要翻牆 進入到鄰近這個西湖國小 但是因為沒辦法翻過去 所以他放棄了 所以在那個當下 他才決定轉往路上 去做隨機殺人的動作 因為當下的西湖國小圍牆是2至2.5米 2至2.5米 他沒辦法過去 那這個嫌犯也在今年 被判無期徒刑 此奪工錢 終身 這兩個案件 其實這兩個案件 讓我們很清楚的看到 這些人都是專門對一些 所無寸鐵的孩子 去下毒手 但是我們當今的法令 卻沒辦法對他們 執行死刑 所以 這也印證了 在2012年的時候 曾經放下那個貪姆熊割喉案 我們那個曾文青 在被捕的時候 他曾經理直氣壯的說到 他說他在犯案之前的時候 他有上網去查過 現在台灣殺一兩個人不會判死刑 我如果殺人 我只不過後來一輩子 被關在監牢裡面而已 所以台灣的法令 讓很多市民 感到很無奈 殺人竟然不用 也不用去判死刑 為了要保護人權 這這個部分我知道 我覺得 在這樣子的情況之下 是不是未來這種 心理上會出現一些 沒辦法宣洩的人 越來越多 甚至也用這樣子 模仿的方式 去做出預測的事情 也可能是我們 沒辦法去預測的 這個部分 就是我剛才所講的 兩件隨機殺人的事件 下一張 那我現在 針對剛才 小燈泡的事件 跟文化國小 隨機殺人的事件 我特別 跟我們交易局 調了一些 當初猜搶的一些國小 這是南區的新興國小 你看他的前後門 都沒有圍牆 下一張 洗漱國小也是 他的前後門 也都沒有圍牆 都猜掉了 省工國小也是 全部都是景觀造景 也都沒有圍牆了 下一張日興國小 他也是 全部都圍牆都打掉了 只有部分那個小圍牆 可能也沒有幾米 大概1米或是 或是1.5米而已 下一張 安平國小 安平區的新南國小 他周邊也都是 全部圍牆都打掉了 而且他又是新建的國小 他是一個新建 他現在建得非常的富麗堂皇 但是他周邊也全部都沒有 因為他要迎合以社區共享 讓學校社區化 社區學校化 這樣子的一個理念 下一張 西門國小 我想西門國小 對我們一級主管來講 應該會清楚 西門國小的周邊 有一個宿屋 還有德濟洋行 更好笑的是 近南西門國小的公測 要與觀光客共用 因為 我們在那邊沒有公測 我們的公測 是放在德濟洋行裡面 所以一旦 在禮拜一或禮拜五 只要有外來的遊客 走到我們安平 要去 觀賞 宿屋跟 德濟洋行的時候 他們的廁所所使用 除非是你買門票進到 宿屋跟德濟洋行 才能使用到公測 不然的話 你如果在外面不進 只要走覽在周邊 古蹟區的話 他的廁所 竟然是要跟西門國小共用 這樣無形之中 是不是去造成西門國小的孩子 那個危險感 而且是禮拜一到禮拜五 我聽說禮拜六禮拜天 他的公測是鎖門的 不共用 但是在平常路 他的公測是共用 我這個對台南市政府 真的是一個大笑話 外來的遊客來到台南市 要找個公測 竟然是要去找到學校 去共用 但這也無形之中 去增加孩子的危險性 因為孩子在上課之中 他沒辦法去分辨 這個是遊客 還是在地的老師 因為畢竟是國小階段 那個辨識能力還沒有那麼強 所以我這邊剛好在這邊一併提起 那個文化局局長 這個部分 是你們的權責 你覺得這樣好嗎 讓觀光客去跟西門國小的孩子 共用公測 難道台南市政府 沒有辦法去建一個 在周邊工地 去建一個公測 一個人性化的公測 讓我們的外來遊客 可以使用 還是去打擾周邊的店家 去店家去跟他們借 因為他們不在那裡參觀到 去養行啊 他們也不想去輸屋啊 他們政府就是要去周邊那裡做瀏覽 結果他們要找個方便 竟然是要往學校去 這個是不是無形之中 增加孩子在上課時間 他的危險性呢 局長請你說明一下吧 跟議員報告 周邊當然 假日的時候 遊客非常非常的多 那就我們目前的了解 一般來到這個區域的話 大概就是要到 安平書 德濟洋行去參觀的 一些遊客為主 那剛剛 他只是要遊覽周邊的啊 你周邊也有古蹟啊 他覺得他不一定要進去那裡面 因為進去那邊也要門票嘛 跟議員報告 因為旁邊也臨近我們的東興洋行 那目前我們東興洋行在做 東興洋行沒有門票啊 東興洋行現在在做古蹟修護 旁邊我們會來修護的時候 會增加一個廁所 在那個公園用地上會有一個廁所 或許這個不可以解決部分的問題 有一些遊客 他會去誤認 我只要走進去那邊就是要門票 所以相對之下 他要應急的時候 他一定是找周邊 他覺得最寧靜的地方 他想到的就是學校的公廁啊 是不是 所以我覺得 既然 我們都有古蹟有景點在那邊 蓋個廁所蓋個公廁 對我們文化局這麼難嗎 我們周邊沒有工地嗎 所以東興洋行那邊 我們有一個新建的廁所的規劃 局長 我是覺得 我覺得公廁是每個人 會必須去使用的 不用怕公廁多 至少 你這樣子給他們一個方便的話 他們覺得台南市他們會想要再來 你連個基本的 姐姐的 一個民生的地方都沒有 你想 他來一次 說不定下一次 他可能把這個訊息傳導出去了 來台南市找個公廁 竟然是要去學校找公廁 這樣好嗎 你覺得呢 局長 跟議員報告啦 那 其實 我看這個部分啦 你事後 我們把周邊的可以提供給 遊客的公廁這個部分 我們做一個檢討 因為周邊的住戶 包括店家也在跟我們反應 因為有時候 為了讓這些遊客應急 他們也沒辦法去做季節 但是他覺得說 既然台南市政府 開飯店怕人大隻 連一個公廁 都沒辦法把它伸出來嗎 這會一笑耶 你看我們順便到我們整個台灣哪一個 那個觀光景點 那個公廁 是讓人家找不到的 是不是 局長這個部分 會後你們去了解 那本席在這邊的一個建議啦 既然你要讓遊客到我們 你要讓他覺得方便嘛 對不對 那我們也不要造成學校孩子的負擔 其實學校有時候很無奈 但是沒辦法 他要配合政府的政策 是不是 局長 你請坐 你請坐 下一張 這邊 那這邊喔 我是特別針對 剛才 我所舉的兩個 隨機上 特別去做一個比較 那個當初發生點都是在台北市 那有那個 台北市的文化國小 文化國小 他當時的圍牆高度是1至1.5米 台北市的西湖國小 2至2.5米 那我們現在看一下台南市 南區跟安平區 日興國小 學校前門幾乎都沒有圍牆 幾宿國小 0.5米 省工國小 學校的後門幾乎也沒有圍牆 沒有圍牆 新興國小 學校的側門也都沒有圍牆 新南國小 0.0 0.5至1米 安平區 西門國小 0.5米 這麼矮 也幾乎等於是沒圍牆的狀況之下 請問 請問 請問我們教育局局長 如果你今天是身為父母 身為家長 你覺得你安心 這樣子把孩子放在這樣的學校嗎 雖然學校蓋得很福利貪望很漂亮 但是 我們做家長的每天要處心居立的煩惱 下一秒鐘我們的孩子在學校是安全的嗎 機長請你回答 非常謝謝莊議員 對於我們校園安全的重視 那其實就誠如剛才您提到的那個報告裡面 其實有提到說這個是在整個新校園運動之後 為了讓我們學校跟社區更加的融合 我剛才有強調那是因為時空背景 在當下配合中央政府這樣子的政策 但是一路走來 其實我們不是每個政策就是這樣子的沿用下去 我們也要一個評估 然後再一個思考 這個政策是不是會這樣子再沿繫下去 那我也跟議員報告一下就是說 這個校園安全的部分呢 其實市府非常非常的重視 我們每年在提供給學校相關的設施設備的經費 其實也都逐年在增加 其實105年我們在維護這個監視設備部分 議長 你說你給學校的經費都在昨年增加 那是你說的 我覺得不盡難啦 是 我跟議員報告說 其實永遠都是不夠的 真的是不夠的 我先跟議員報告一下 我們去年呢光做這些所謂的監視設備啊 更新汰換這個部分呢 市府跟國教所的經費就高達4500多萬 那我們今年呢也持續的在辦理 跟你講 你給的經費 其實也不是完全都著重放在孩子安全 整個圍牆的設施 你可能給的是裡面 學校裡面的設施 你不能含糊 全部這樣要來跟我交代 跟本市說 你給學校的經費就是這個 到底有沒有哪 你一定有切割嘛 哪一個不是用在哪邊的 學校的設備可能會要的很多 沒有錯 總是房子會老會舊啊 不是不是我剛才報告 我剛才報告這4500多萬 是在做這個監視系統的更新跟台灣的報分 那麼多學校要分啊 你怎麼給還是都不夠的 而且你現在圍牆是打掉耶 你很多的 十腳是你看不到的 1200多萬的經費 真的是你看不到的 那其實校園安全是大家共同守護的啦 校園安全是大家共同守護的啦 你請坐 你先請坐啦 我在這邊 好 我們請市長回答 好 那個感謝莊議員的指教 這個校園的圍牆拆掉 的確是有許多好處 但是也帶來校園安全的問題 這一點莊議員是講得很對 我個人是非常重視 我們大概在這幾年來 光監視器就投下了4000多萬 已經完成了299校次 另外我們認為這樣也不夠 一如你剛剛講的 監視器還不夠 真的是不夠 那我們現在正在建置電子圍牆 那我們先找了八個學校做試辦 兩個學校認為說不理想 但六個學校認為說應該要繼續 所以呢我們今年呢 預計啦 106年我們預計 在76個學校來裝置這個電子圍牆 當然這部分我們是尋求教育部的協助 共同把台南市的校園 在校園的圍牆拆掉之後 能夠用電子圍牆的方式 來保護我們血統的安全 好 以上說明 好 謝謝 市長你請坐 為什麼一直覺得 這個監視器系統 真的我們要去做加強 不管怎麼樣 不管我們的經費怎麼窮 也不能讓我們的孩子在學校受教育 是受到生命威脅的 為了今天的校園為安亮紅燈 我今天還特別在網路上做了問見調查 甚至還把問見拿到沒有學長的校園 給一些家長做了一些問見調查 結果這些問見調查 大部分都有回收 家長給我的調查報告是 好 這個 這是我問見調查的內容 贊成校園圍牆拆除的 幾乎都是不贊成 71%不贊成 維安能力是否足夠 91%以上認為是不足的 圍牆拆除後 監視器的數量是否足夠 其實98.8%還是認為不夠 圍牆拆除後 校園內出現陌生人是否覺得安全 92.8%不安全 認為不安全 政策能重新評估是否 贊成圍牆重新組企 有76.5%贊成 比例相當高 所以其實每一個家長 孩子都他心頭的肉 他今天好不容易實業懷胎 這樣子的一路走來 這樣子的照顧跟養育 他希望他未來是一個在一個安全 而且友善的環境 學習中成長的 但是也因為 地方政府配合中央政府的政策 來推動了這樣子的拆牆 但是實際上 我們的校園為安真的亮起紅燈了 真的亮起紅燈了 我們下一張 所以我剛才那個問卷調查 其實有七成的家長 都贊成要重新將違牆提出 所以局長 針對後續這些沒有違牆的學校 你們有什麼補牆 補牆的政策 在這邊是不是請局長 你可以說明一下你有什麼建議 我知道剛才市長有講到電子圍牆的問題 那局長就你 在任教育局的大家長 你認為還有需要哪一些在加強補牆的嗎 我跟議員報告一下 我們現在採取的這個策略 除了剛才提到的就是相關的設施設備的這個補助之外呢 其實我們是把學校跟社區整合在一起 也就是說我們透過這個社區居民 大家共同守護這個學校這樣的一個立場 比方說我們學校附近的商店 都是我們的這個愛心商店 然後我們也寫請警察局派出所 給我們做這個校園安全回覆 甚至呢跟這個地方的巡守隊里長 大家呢整合起來 我相信呢像您剛才講說有一些人 他可能有一些特殊的狀況 那這個部分呢也是需要透過專業的這個 醫療來協助他的 你剛才回答本席的問題 有講到社區的居民 去跟你們做一個協助的動作是不是 是 好局長那我這邊 剛好你提到這邊 我另外再有一個訊息 特別在今天藉著總質詢的時間 我特別提起 今年的3月 我到日本參加一個音樂會活動的時候 在隔天兩天後我要回台灣的時候 我在他們日本的電視媒體上 看到一則新聞 他是一個越南的技術人員 被公司派駐在日本當技術員 孩子太太全部都住在日本 他的日本的孩子上學是 因為他們都是社區請的學校 所以孩子的上學都是自由出路 等於說是自由去上學的 他們大部分都用步行或騎腳踏車 對 結果很不幸非常不幸 因為那幾天 剛好他們學校好像有要放假 那家長也覺得說他們是越南 他想要把孩子帶回娘家 也付家順便去跟家人團聚 他有兩個孩子一個大女一個小兒子 小兒子先回去 大女兒是因為他要等學校 整個放假才回去 就在那麼一個瞬間 差個一天而已 那天下午放學的時候 竟然在西邊發現那個女孩子 那個小女孩子裸屍被丟在西中 你看那個當下 父母看到那個心痛 真的很難過 本來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 等待著這個小女孩 爸爸媽媽要一起回去 先把小兒子 脫過親戚先帶回去 等女兒要 他放假要帶回去 竟然發生這種噩耗 結果日本政府警察局 當下都沒有去公布 只是公布這個小孩子遇難了 後來我也回來了 我想這件事情 因為我在當下 那個瞬間是在日本 我看了以後 我心裡很難過 一個白白胖胖的小女孩 笑容非常的燦爛 結果是這樣子的去結束她的生命 事後我回來 然後突然之間再一次 朋友之間再聊起這件事情 我才知道 當下 殺死這個孩子的是誰 我不曉得局長有沒有特別去 注意到日本這則新聞 有沒有注意到 很抱歉 我沒有看到這則新聞 好 那我順便告訴你 我們的孩子真的很無辜 我們也不曉得 要叫我們孩子怎麼去認識 哪個人是好人 哪個是壞人 後來兇手抓到了 你們絕對 意想不到的兇手 那個兇手 竟然是學校的家長會長 很錯愕 那個家長會長 還是學校的導護老師 每天跟孩子打成一片 非常關心 他們的廚房設備 甚至廚房的午餐 費用不夠 都是這個家長會長套腰包 竟然會發生這樣的事 所以局長 我們還是很擔心 我們希望我們的硬體設備 還是要把圍牆組起來 我們實在不能再看到 這樣子的事件 一而再而再 我剛才也特別提起了 那兩件隨機殺人的事件 因為你如果圍牆打掉的話 他隨時要進去很方便 因為圍牆很低 他跨過去 他沒有異常的舉動 我們不會去懷疑 但是如果你是爬牆 你今天有圍牆 你如果是用爬的 欸 那個舉動就是有異常了 我們會去注意啊 所以其實圍牆 有他的圍牆的好處 是不是 我想議員 您剛才講的那個 就是說這個真實的故事 當然很令人覺得遺憾跟傷心 真的非常非常的遺憾 是死了未及 是他最親近的人 而且是很關心他們的人 是 那所以剛才我想也要就是說 為什麼我會講說 孩子的安全是由大家共同來守護 機長因為我坦白講 我發現時間剩下15分而已 是不是圍牆就能夠阻止所有的犯罪行為 我重點 我想這個部分也是可以再評估考量 你請坐 你請坐 我在這邊要跟市長做建議 本期很強烈的要求 我希望在短期之內 我們政府 可以再增加經費 剛才市長也有談到 監視系統 這個 我們很高興聽到這樣子的訊息 增設校園監視器的設備 第二個 要提升校園警衛的素質跟人員 我在這邊請問一下 局長 你有曾經去參觀或去了解 我們現在整個學校 那個 校園的警衛人員 他們的水平怎麼樣 你有沒有去了解 我想我跟這個議員說報告一下 就是說 校園的 你回答我 你有沒有去啊 你有沒有去 當然我如果到學校去的時候 那你覺得他們怎麼樣 你不要給我拐彎拐膝的 你給我回答正題 我要你回答我正前問 你有沒有真正去看過 我們現在有一些部分校園 他們警衛的素質是怎麼樣 因為我如果到學校去經過 學校的這個門口 我都會特別留意一下這個 警衛人員的這個狀況 那其實我們學校 絕大多數聘任的這個警衛人員 他們都非常的負責 包括颱風天的時候 我到校園裡面去 他們也都是在建築校園 那是因為局長你要去 沒有 是不是 議員我跟您報告 我台風天去學校不事先通知的 還有一些 是隱藏在 在另外的暗角中你沒看的 其實我們有一些警衛人員 部分學校 我說的是部分學校 他們自己保護自己都沒那個能力 我剛才要來這邊總執行的時候 包括我們議會的同仁 甚至齊口同聲跟我講 有的警衛人員 他覺得他們連保護他們自己都沒辦法 他們怎麼有可能去保護孩子 所以在這個部分 我有特別強調 短期 希望局長 你在實地去了解 去清查一下 針對這些 數值比較低落的警衛人員 是不是該給的機會多一點 給他們多一點 我跟議員報告 這部分請市長 會後 會後再去做審慎的評估 好謝謝 這個是 澎湖性侵犯 在前幾天 他破壞電子鑿鏈 從澎湖搭船到嘉義市布袋港 後來他不知去向 所以澎湖地檢署 就趕快發布通報 因為他跑到嘉義去 所以嘉義人 非常的恐慌 也非常的害怕 還好 剛好在 台北市萬華一間旅館 終於把這個孝信 這個性侵犯逮捕到了 也結束了他24小時 海路300公里的大逃亡 然後他也把他 這間書也把他重新 發肩 讓他去執行他剩餘的 這個殘刑 我在這邊 最主要是針對 性侵犯 因為 我為了這個性侵犯這個議題 我特別還去詢問我們的警察局 要了一份數據 因為最近這幾個月來 我們也陸續聽到一些 對我們來講 都是很傷心的事件的發生 所以很多家長 也因為這些事件的社會事件 層次不窮的發生 家長都很擔心 他說哪一天真的狼就在我 孩子的身邊 我們都不知道 所以我今天特別 針對 性侵犯 這個分布的人數 我去做了一份 調查的資料 在這邊 有特別把整個 台南市 性侵犯 分布的人數 全部都公告在那邊 我以台南市為主 東區就有27個 中西區有8個 安南區43個 安平區10個 北區22個 南區25個 整個台南市 有333個性侵犯 目前在我們台南市 這個數據 蠻可觀的 聽說 我們還要居 性侵城市第一名 局長 是嗎 一個性侵城市第一名是錯誤的 局長 你請坐 我們數目是六度最低的 局長你請坐 我想數字會說話 數字真的是會說話 那我最主要是 想要讓台南市民知道 說不定 哪一天我們的性侵犯 在我們旁邊 都不知道 我們如果遇到 性侵犯 我們到底 要怎麼去做一個處置 我這邊有幾億個 問題要做提問 我先針對 下一張 我先針對 由 建議法院跟定解署 發放回來的性侵犯 我要請問我們現場 師府的主管 這是由哪一個單位去做管控的 由監獄 好 陳局長你站起來 那就是由你們衛生局管控囉 不是管控啊 我們必須要去 處於他們 處理 這一些的這個 輔導他們要去參加這些 醫療的活動 可是據我的認知 應該不是你們 應該是家暴中心 怎麼是陳局長 那個是報 檢查局局長 檢查局王局長還有要上來 新警官夾害者 從他出獄或是判緩刑 警察局就會把那監控 然後333個那個太樣很多 不是說我們這邊有很多暴利的 岡格組裡 那是 衛生局必須要安排他們去看診 那我再請問 其他的心理輔導活動這樣 好那我再請問我們衛生局局長 如果我們針對性侵犯 他需要接受後續的治療 我們這個流程是怎麼走 我們要怎麼去做 這個是判刑之後或是說他 監獄服刑之後出獄 我們必須要根據這個法官的這個判定 或是心理研究的這個分析 那他如果必須要就醫的話 我們會去跟他安排就醫 而且 你請坐 重點是因為這個是 針對加害人處理安排的流程 這是衛生局提供給我的 這個流程你看反反鎖索 這麼多 下一張 這是也是性侵犯 加害人管理的SOP 這是中央法規 他裡面都有10層 7個工作天 3至5個工作天 7個月以內 還有 行文到 到家暴中心 然後再 這是 SOP 再下一張 這是我簡列 我針對性侵犯加害人管理流程 我把它做一個融縮 針對個案未出席的課程 在7天內 由衛生局公文 第1次 好行文 然後 到 家庭暴力 防治中心 家庭暴力防治中心在5天內 進行裁法 局長是不是這樣 社會局局長是不是這樣子 是不是 好 你請坐 如果第2次 他沒有再出席的話 是不是 就第2次行文 到家庭暴力防治中心 家庭暴力防治中心在5天內 就直接行文到紀檢署 那紀檢署 就執行了 所以整個流程 你這樣子跑 最少要一個禮拜 最多要一個多夜 我要請問 這段期間 如果 後續沒有人去做一個 管控 監督的時候 是不是又下一個受害者在發生呢 是不是這樣子 社會局局長 是不是 這個加害人的部分 剛剛 議員說的這個流程是加害人儲域的部分 沒有錯 你們處理的 流程嗎 加害人處理的就是 衛生局 那管控的是警察局 對 那我們家房中心 只有在加害人的部分 我們做的 你們是做裁罰 我們做裁罰而已 那我們的重點在被害人跟家屬 被害人跟家屬 對對對 我們家房的 局長那你請坐 對對是被害人 那你請坐 我請問我們警察局局長 那管控 請問管控 局長有沒有去了解 我們管控是對這些 加害人做了什麼管控 第一個他如果是判緩刑 或是他執行刑法出獄之後 我們馬上要到他 他一出獄 我們就監管 他要來我們分局報到 他提到國民身份證 萬一他在這個過程之中 他的戶籍遷移了 你們怎麼辦 我們要轉報其他縣市 其他縣市也過來 我們也要監控 所以這個機制是大家重視的 只是說剛才那333 不是每個都是 局長你不要那麼在乎那個數字 我們有分級 重點是怎麼去對這些 我們警察局 我們怎麼去掌控他們的行蹤 才是最重要的啊 每月都要去監控他 都要去看他的行蹤 可是有些 有些加害人 他並不歡迎你們去 不歡迎我們有 要我們的方法 因為保護民間 其實局長 這是你在這邊說的 我其實本學是要去了解 並不是你想像中這樣子 其實我們對這些 性侵犯的加害人 我們還是沒有一套很嚴格的管控 法務部有加腳療 我這邊在這邊特別跟你提醒 我特別去上網查的是日本 日本在對於 性侵犯 性侵犯加害人 對於13歲以下 他是有強制規範的 他是有強制的 朋友那個就是這樣啊 可是我們台灣沒有 台灣沒有 局長你可以私下去了解 可以私下去做了解 所以我在這邊想要凸顯的一件事情 就是說 我們對於性侵犯加害人 我們整個流程 其實講 非常的隆 而且是 三個單位在監控 文來文去 這麼隆 為什麼我們 不把這個 行政的流程把它縮短 甚至於 當這個加害人未出席身心治療 輔導教育課程的時候 衛生級可以在第一個時間 你就要趕快通知 我們遠景前去觀察 查看 最主要是說 大家可以做雙向的進行處理 不是來這邊文來給 給社會局 社會局再去裁罰 然後第二次沒來的話就直接送第9數 其實在這段時間是空窗起的 你們應該在第一個時間 趕快跟 警察局 去做一個 報備的動作 知道說 這個人他並沒有來出席 做身心輔導課程 這樣的一個 一個過程 是這個這個其實包括來這個 加害人 這個 行蹤不明的話 我們大概也會通知警察局 甚至會用電話去聯絡他 這個 的確是這樣子做了 我們希望 整個行文的過程 不要那麼隆藏 是不是可以 是 各部會 自己再去做一個統合 或是未來可以做一個單一窗口 馬上去做 做怎樣的處理 這個 這是我的建議啦 因為我不怎麼清楚 這是我的建 這個應該是一開始的時候 其實社會局 對這個性侵案件 包括社會局警察局 這個都會在一起 那一開始的 對這樣的人員的廣闊 包括資料 從一開始 這三個單位 其實就在一起 沒事沒事 一旦發生事情的話 到 最後也是大家互踢 因為你分的太細了 災害的防 這個 好局長我清楚 我本席的要求只是希望把 整個行文的過程中 可以越簡化 不要那麼隆藏 而且大家可以雙向的去做進行 那檢查單位這邊 你們三個單位 要共同 去做一個 怎樣去做管控 不要讓有性侵害 一再的發生 而且根據外國 外國的 資料特別 有講述到 其實 性侵害 犯者 他們有 7成 7成以上的 犯罪力 高達7成以上的犯罪力 是非再犯的 我想 局長應該很清楚 你身為衛生局長應該比我更清楚 有 高達7成 他是會再犯 這個儲越的計劃 還是一樣 是一個 團隊 所以 我們真的啦 包括 不想讓我們的孩子 狼就在他的旁邊 這是我們不願意去樂見的 好局長你請坐 因為我時間 不多了 我還有一分多 我想要 跟我們 那個公務局 書局長 我們南區有一個登格勒的大溫床 你知不知道在哪裡 知不知道在哪裡 不了解 好我跟你講 這是哪裡 松柏一樂中心的噴水池 這是在93年 前任市長 他配合四大運所興建的 結果到現在 整個外觀 有愛觀瞻 而且 每一次一下雨的話 我們的 整個都是積水區 他因為當初是做一個 噴水池 他並沒有排水系從 所以 我們很擔心 現在的長照 又在我們松柏的三樓 萬一有個閃失 我想公務局 擔擔不了這個責任 所以在這邊跟局長做一個建議 是不是可以真正去了解 到底是 要留 還是要拆 你們去做一個審慎的評估 好機長 可不可以 我們會自己做評估 那這個 有關於這個 激水的問題 我們馬上去 好你們去了解 我們不想他成為 南區的大笑話 好機長你請坐 還有 下一個 我們警察宿舍 再給一分鐘 你知道我們有警察宿舍在哪裡嗎 我 不是完全很清楚 在明德新村 那些有些退休的警察宿舍 有很多很多區 我為什麼說 玉蓋民商 你看一下我們現在圍牆很漂亮 因為我們市府 想要把它 劃定一個 藝術村 所以有請我們公部門 去做整個彩繪的 很漂亮 我昨天特別又去了 去看 看他們的現況 很多孩子在那邊照相 但是 你有沒有看到 我們的烏瓦都是殘破不堪 都是假的 因為你那個 所以我為什麼要用藝蓋民商 就是 你上面的全部 而且 我們根本沒尊重住在那邊的人 那邊的人很可憐 他們說我們住這樣的房子已經很可憐了 結果公部門 竟然還把他們 認為是藝術村 把他們展覽 好像把他們整個心裡是赤裸裸的展現在別人 在一些觀光客的 眼睛說 我們就是住這樣子的房子 在這邊做一個建議 事後去了解 給 再給30秒 是不是給他們 住在那邊的人 有尊嚴的活著 不是這樣說去補一些觀光客來看 我就是住在那 你看 這二樓呢 這整個圍園都派去了 那是家修說二樓沒人住 再去用泡泡 去那 去那圍 讓水流下去 再用那個管 既然這排水 很可憐 真的給他們一點尊嚴 畢竟他們也曾經是為我們的社會付出的 在這邊特別請局長 該補修的 幫他們補修一下 我帶進那邊 我們的警察 退去的警察 好 來拍一下 不買 你看 沒什麼 機會 感谢观看